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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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时候的我就在过着很平凡的大学生活 那时候的梦想还蛮幼稚 又有一点小热血的 就是想要去环游世界 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看到更多 体验更多 感受更多 我是临时跟改决定将去德国游学 带为去英国游学 因此我需要做很多事情 而且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去完成它吧 每天的状态就是崩溃再崩溃 我留下了很多遗憾 遗憾自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遗憾自己总是追求长大 反而陷入焦虑 我新阶段的迷茫肯定就是考研了 因为今年即将命令考研 所以现在也在紧张地准备复习的过程当中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去参加了一次支教 还拿到了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奖学金 在我20岁的时候 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自己的成绩可以更好一点 顺利拿到保研的资格 我20岁的时候刚好赶上了北京奥运会 而你20岁的时候是北京冬奥会 感觉没有想太多 那会儿就是安部就班的学习 我的20岁呢是比较平淡无期的 因为我20岁还是在学乡里面 对于自己的人生呢也没有规划 回想我的20岁的话 就有想过可不可以就成为一个漫画家吧 在我20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在自己所学的专业范围内 一个有建树的人 我的20岁加入了一个乐队当键盘手 去了世界上很多地方 我现在是就得于布里斯托河大学的一名法学生 经过十年的努力 目前也算是朝着自己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没有哪一件事或者哪一个选择让我后悔 因为每一个回忆都让我更加完整 现在已经工作了 是一名运营 随着我的努力呢 会实现了我自己的目标 去到了理想的院校 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北京 到了一个银行上班 虽然我的20岁没有像宝贝你这么成就 虽然但也还是不错的了 因为我也考上了自己想要的大学 去年我顺利的毕业了 对 就是在好好生活的前面下 也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行业 我从事的行业是神迹 然后在一家筷子师事务所工作 30岁的我过得还不错 我希望在我的20岁能顺利的得到一些很高的GPA 对 在大学能够挣到一些很高的纪点 但现在的我呢 就想要当一个作词家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让我的歌声鼓励更多的人 这次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目标 就是散钱给帮帮帮房子 我希望能够再瘦一点 再好看一点 然后完成一些自己喜欢 就比如说出去游泪之类的 希望20岁的自己也能够改掉 突然就能坏毛病 然后对自己未来的时间规划 变加新鲜饮料 希望20岁的我也能和成城里一样优秀吧 考上一所我理想的医学院 也希望在20岁里 我的投掷可以大大的提高 争取可以进那个国家队 去飞机 理由 开机就进一遍 吃饱话给他手不要动了 希望老师不要折腾 我希望我能考上驾照 然后成为移民司机 因为你20岁的时候呢 没有考上驾照 也不是移民司机 你就可以向你炫耀一下了 飞到去中国看唱演唱会 可以在中国发展我的事业 我希望疫情快快结束 然后能到处去旅游 也希望在20岁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并且见到你 希望20岁的我们能够做更多 我们想做的热爱的事情 学习一些好玩的技能 好好享受大学生活就足够了 希望自己的20岁 自己能够更加独立 也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对于即将到来的20岁 我还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20岁的自己 可以在自己理想的大学中 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 未来跟澄澄一同登上 第13台阶 我希望20岁的我 可以是在自己喜欢的城市 自己喜欢的学校 然后读着自己喜欢的专业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希望我20岁的时候 还可以一直陪在令藤新旁边 希望我们不仅在20岁 在21岁22岁以后的每一岁 都可以做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精神心是这个世界上 最棒的小孩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里面 可以开明出属于自己的阳光达到 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 时间总会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 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 那你只需要在台上发光 我们自会得到你的力量 永远不要怀疑自己 一直不要 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 去尝试所有新鲜的事物 我是对你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和百分之百的期待 重压 重压 重压